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首先,据胡人随队记者播话报道,今年夏天胡人自由球员演员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胡人管理层希望保持较低的工资总了,预计将空下阵容最后一个位置,保持灵活性,同时将目光放在交易和买断市场。 过去两个赛季,胡人分别在赛季中期签下大莫里斯和装神交易市场开启后,胡人陆续签下了朗尼沃克,特洛伊布朗,安德森,托马斯布莱恩特和达米安琼斯,告别了蒙克,护华德,坦东尼,哈里扎,布拉德里等人。 实话实说,阵容更年轻了,但实力甚至不如上赛季,用破冠破摔来形容胡人管理层的操作,丝毫不为过。 他们当然不想明下和詹姆斯分道扬镳,但是跟不想为了威赏,搭上两个首轮签,对于詹姆斯而言,现在进退两难。 胡人有资格给詹姆斯提供一份两年9710美元的续月合同,如果签下这份合同,詹姆斯生涯总收入将达到5.32亿美元,这是NBA球员有史以来的最高收入。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詹姆斯这里,不少洛杉矶媒体都在说,詹姆斯和家人都习惯了在洛杉矶的生活, 可是胡人没办法满足詹姆斯对于球队冲冠的实力要求,詹姆斯希望欧文替代威上,胡人只愿意出一个首轮,还是受保护。 蓝王、马刺,不幸者这些潜在谈判下架,都希望胡人拿出两个首轮。 这种情况下,詹姆斯如果已不续约要先胡人,无非就是陷入僵局。 过去一个月关于欧文威少交易事件,胡人态度敷衍,而一旦詹姆斯选择妥协,在续约合同上签字, 那意味着胡人管理层可以为所欲为,不必再看詹姆斯脸色形势。 在新赛季夺冠概率预测中,胡人仅仅排名第九,詹姆斯所在球队夺冠排率连续14年排名联盟前五的记录,就此终结。 对此,随对记者不喊的报道中,有一点会让胡人球迷感到尴尬。 从目前的阵容来看,胡人下赛季决胜时刻的阵容,有可能是李福斯,小布朗和安德森,考虑威少的定位,他有可能会和纳安,莫克伦话,正取决于当晚的投篮情况。 而消息员透露,胡人心率哈姆拥有更大的权力,能让威少在比赛末段坐冷板凳。 重点不是威少末段坐冷板凳,而是胡人决胜阶段阵容,除了詹姆斯和戴维斯之外,只有李福斯,小托罗伊布朗和安德森了吗? 安德森上赛季战勇士,后半段基本已经跌出轮转,小托罗伊布朗上赛季效力功牛,就场均16分钟时间,能拿4.3分3.1篮板,这都能成胡人的依靠了。 实话实说,胡人惊吓的操作,简直就成了笑话,看看胡人下赛季的阵容。 除了詹姆斯、威少、戴维斯三巨头之外,他可薪资全队第四,但也是胡人换遍全联盟的筹码,让尼沃克心进加盟,不要马刺的中产。 一人决然选择来胡人,还有在胡人躺了一年的纳安,新赛季还不知道何事能复出,剩下的都是边角料。 斯坦利约翰逊,安德森,达米安琼斯,特洛伊布朗,托马斯布莱恩特,加布里埃尔,比斯斯,克里斯蒂,还有两个双向球员,斯维德和小皮鹏,摆在新帅哈姆面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使用威少,而是如何确定八道九人的轮转。 胡人能挑出来这么多人吗? 胡人说胡人破冠破帅,是一位佩林卡曾说,他打算在22年夏天围绕詹梅继续独强球队,到那时候手里有两个可用手轮,但是真到了这个日子,胡人根本没有任何操作。 在得到了管理层和高层的授意后,洛杉矶媒体放话,哈姆要对威少动手。 如果不是欧文闹事,胡人这个夏天恐怕连送走威少的谈判都不可能出现。 胡人和威少之间,无非三个结局,胡人妥协,送走两个手轮,把威少赶走。 胡人再忍一年,等名下威少合同到期,胡人在詹姆斯续约的情况下,还能腾住2300万美元用以招募求新。 第三个结局,就是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威少和胡人完成买断,你烦我,我也烦你,那就说声再见。 目前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极小,胡人如果愿意掏两个手轮,早就这么做了。 即便詹姆斯团队施压,胡人也没有那么做,第二种可能性存在,那意味着威少未来一年会变得非常难受。 关键时刻打替补,必须做好防守,放弃球权等等。 显然,第三种可能性,是第二种的延续,等威少真受不了了,那就好办了。 怪威少嘛,显然,去年夏天威少投奔胡人,那是周遇到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胡人还倒铁首轮签,詹姆斯也点头英语,包括戴威斯和詹姆斯都放话, 愿意为了威少做出位置上的改变,给威少充足的适应空间,可是根本没有蜜月期。 胡人不改变威少,胡人受伤,胡人改变威少,威少自己受伤,威少被极端球迷嘲讽,狂虚,向家人发出威胁等等。 他自己倒就想告别胡人了,他换了经纪人,和詹姆斯没有沟通,这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但能把责任全部推到威少身上吗?显然有失公允,胡人没打算替詹姆斯收拾烂摊子,詹姆斯也逐渐失去话语权, 不然不可能出现胡人对待威少欧文交易如此敷衍的态度。 按照妹妹他给出的新赛季实力榜预测,胡人处在第四档位,属于附加赛级别的球队, 其实胡人球迷必须正视目前球队的处境,詹姆斯可以维持华丽的数据, 但是比赛中的影响力在逐渐下降,戴威斯属于扶不起的阿斗, 四聪夺冠,最近两年如同换了个人, 为少美打着狐狸,却惹了一身丧,现在恐怕只想离开胡人, 而胡人的基本盘,是由沃克,布朗,安德森这些角色球员决定, 指望他们来助力詹姆斯和农眉,胡人下赛季真的危险了。 然后另外一边,九金山纪事报记者Connor Leternal前些时候爆料, 维金斯在采访中透露了他的想法, 维金斯表示,他现在已经是NBA最好的球员之一, 能力应该和薪资是匹配的,拉文都可以要求五年两亿, 他也希望能够得到最大的尊重, 而独行侠为了得到维金斯, 他们可以为维金斯提供顶心合同, 一经给勇士提供了一份三换一的报价, 具体可能的交易方案是,独行侠送出, 丁维迪、小哈大卫, 2025年首轮迁,得到勇士队的维金斯, 此消息一出,引起轩人大波。 勇士虽说是王朝球队, 但是王朝球员也有崩塌的那一天, 而且往往崩塌于内部, 就像六冠的芝加哥公牛一样, 最终因为内部原因, 导致在1998年夺冠后王朝瞬间崩塌, 2004年洛杉矶湖人科比和奥尼尔的内斗, 使得胡人在那个夏天一样彻底玩玩, 如果有一天勇士王朝覆灭, 肯定还是内部出了问题, 而这个问题导火索或许就是格林的合同, 但是勇士管理层很聪明, 格林绝对是核心班底中不能动的那一个, 真正可以动的只有外来胡维金斯, 作为勇士管理层, 你不能让这样一个被过下离开吧, 这么多年来格林做的已经过好了, 受最大的气, 今年总结赛还被凯尔特人球迷骂的脸都清了, 一起和七世达总结赛, 被骂的最多的也还是格林, 这些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 格林走了勇士不但要安抚库里, 还要寻找替代品, 试问全联盟有几个人像格林一样, 勇士对这四次总冠军之旅, 有两个位置是不固定的, 出了中锋位置就是小前锋了, 在勇士的体系里, 小前锋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四次总冠军小前锋位置换了三次人, 从巴恩斯到杜兰特再到维金斯, 实际上并非是这些小前锋们成就了勇士队, 而是勇士成就了这些冠军前锋, 巴恩斯离开勇士后接连辗转了独行侠和国王, 如今也越来越边缘, 完全了没有了昔日总冠军的辉煌, 杜兰特离开勇士的体系同样难以夺冠, 无论是来勇士之前还是离开勇士之后, 他都拿到总冠军, 只有在勇士时期才让他拿到了NBA总冠军, 而维金斯更不用说了, 当年在森林郎都堕落成什么样子了, 勇士拉塞尔换维金斯的时候, 森林郎都给维金斯贴上了一个首轮, 可见那个时候维金斯的价值, 但是维金斯在勇士不仅仅成为了全明星先发, 而且最终还拿到了总冠军, 从这三位的履历来看, 在勇士效力期间不仅拿到了荣誉, 而且还拿到了生涯最高表现, 但是离开了勇士又都没有什么收获, 但是勇士依然能够夺冠, 现在勇士没证明过离开库里, 汤普森, 格林也能夺冠,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到底谁是勇士队的关键, 谁又是勇士可以替代的人, 维金斯明显是可以替代的那一个, 让孔明加战到这个位置上, 勇士一样是总冠军的争夺者, 而且他更便宜, 目前勇士的核心阵容就是卢尼, 格林, 维金斯, 汤普森, 库里, 普尔, 勇士队除了格林要面临续运的可能之外, 维金斯和普尔同样是未来续余的对象, 而且以他们目前的表现来看, 身价也绝对不会低, NBA同样是人情世故, 尤其是对于迪系球员更是有特权, 勇士总经理麦尔斯曾说过希望库里, 汤普森, 格林也能像GDP一样终老勇士, 作为勇士的总经理, 他说的话往往是经过思考的, 也是说给别人看的, 格林如果不接受迪心, 普尔又是受限制, 别人得高兴你想要留下普尔还得匹配, 目前能动的人只有维基斯了, 一来维基斯不是嫡系, 二来维基斯又不是球队可以缺少的, 现在说不给格林顶心也是说给维基斯看的, 希望他能够提前为俱乐部分担, 别到了以后俱乐部主动要求他讲信, 如果不行那就换个人来吧, 有很多年轻却郁郁不得知的风险等着来勇士度计, 而对于格林, 勇士哪怕把他当作一个吉祥物, 也得留在荆州, 连戈贝尔都能签两亿, 格林拿个亿度完全没有问题, 虽然这么说很残酷, 但这就是事实, 维基斯治愈勇士没有那么重要, 勇士让他兑现天赋也没有一点亏欠, 如果真的要做出取舍, 四冠老陈又怎么能够放弃呢? 格林离开不单单意味着他自己, 也意味着勇士对的一个时代的落寞, 这背后承受的一切可就大了, 所以只能最终委屈的还是维基斯, 而格林则享受勇士王朝的荣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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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